非常传奇的台湾之光吴宝春 这个面包师傅吴宝春 他现在又创下另外一个传奇 那么他现在从新加坡大学 取得了硕士的学位 今天出现在镜头前面 真的叫做喜上眉梢 因为他说这三年来 他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好他到底多辛苦呢 因为如果你看过他的自传 你就知道了 他过往这段时间 他说他其实有阅读障碍 因此每次他要强迫 他自己听课的时候 他说看到那密密麻麻 尤其看到财务课的数字的时候 他头皮就发麻 他为了让他自己上课能够专心 他每次到新加坡上课 他都站着上课 他说现在好不容易拿到硕士的学位 这个好不容易包括了 每三个月他必须要到新加坡15天 一周在学校学习 一周要到海外参访 而且他的论文 虽然融入了他自己经营面包店的经验 但是还是被退了35次 久违了吴宝春 在新加坡的研究所苦读三年多以后 下个月他就要正式拿到了 EMBA的硕士学位 真是万般恭喜 研发的也不再只是产品上 可能还有服务上 还有营业模式上 洗上梅上吴宝春身上多了书卷位 也多了一份自信 他大方拿出照片和大家分享喜悦 每次的海外参访 比出胜利的手势 但求学背后过程的艰辛 能乱自知 写完然后卡住的时候 然后自己又怎么样去调整 这本论文花了他一年多的时间 被老师推荐35次 还有上课时为了克服注意力不集中 主动到教室后面站着上课 读研究所要克服种种困难 就连他最擅长的做面包 吴宝春也是历尽波折 揉面包擀面团 吴宝春对面粉过敏会一直打喷嚏 他戴起口罩勉强克服 看来不管是读书 还是让他隐隐为傲的做面包 其实吴宝春做每一件事 都得靠后天的埋头苦干 英雄不怕出声低 三年前因为只有国中毕业 进不了研究所的窄门 尽管教育部尽速修改条款 但吴宝春选择新加坡的大学 让自己的路更宽广 三四文物团图永泉高雄报道